露營樂 輕鬆露營最快樂 去到底在哪裡 今天要請一集特別來賓是大家的好朋友 也是現在真的本來就在露營界非常的紅了 很紅了 在紅地區 我們露營樂愛卓梁賢卓總經理卓大叔 卓大叔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卓大叔是不管春夏秋冬 他從夏天就一直露營到冬天 所以呢 他的露營經驗實在對他來講 因為他也帶很多的新手 很多的路友來進入到 因為很多人的露營魂聽說是被你拉回來的 所以今天你要說露營 尤其是冬天的露營之前 我們現在先要來講一個比較嚴重的主題 因為前陣子其實這電視新聞 目前也都有報的 原來我們台灣的露營的贏地 很多都是不合法的 先講到說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全民的露營行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卓大叔 就是你們露營樂帶動起來的 每一年有四十億的商機 是的 所以就是說每一個到六日的時候 其實你看全國有各地搞不好 真的好幾千戶的人家 大家都在露營對不對 不同的營區嘛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卓大叔有講過 現在熱門的這個營地營區 你要先去預定 先去預約已經到了 過年那都不算什麼了對不對 是不是已經到明年 就已經到2018的端午節了 現在如果熱門的 大概開始開始訂營火蟲劑啦 有的真的超熱門的喔 那種頂級百分之五的 大概2018都訂完了 等一下 營火蟲劑是2018的什麼時候 2018的4月跟5月 現在都已經訂到那時候去了 對大家已經開始在找 營火蟲劑的東西 對好 所以說呢 因為每年能夠締造這麼多億喔 光在台灣你看40億的這個露營的商機 那當然就被踢爆說 哎呦 原來很多這個露營贏地 根本就是都沒有合法的 沒有合格 這大家覺得說 而且我看到我們很多同事 很多的路由去 每次拍那個照片 美的跟什麼一樣 很像那個 真的就是那個 哇 這畫中 然後你自己在畫裡面這樣子 早上起來 然後你從那個帳篷的那個窗戶這樣看過去 哇 這個好像真的在雲端啊 然後在山間的那種感覺 但是哎呦 你往下一看 原來喔 那個帳篷好像聽說都是那個支架 這樣要先吐 這樣不 那萬不你如果說要稍微 還是有什麼 什麼 這樣 要怎麼做 好 我先跟宏林 跟我們各位聽眾報告一下 是 那個我們露營樂 最近也一直在鼓勵一件事 叫做我們希望政府 趕快完成所謂的露營區管理辦法的訂定 我現在說現在 營主也無手適從啦 路由也無手適從 像剛剛講 宏林那種例子 其實那個大部分都比較早期的營區 那時候比較沒有這種建築法規的規範 是 那其實坦白說 現在所謂的非法是因為 根本沒有法可以管 沒有法可以守 所以營主真的不知道很多 到底我們要申請什麼 好 我懂了 你的意思就是說 有很多 如果說是沒有合格或沒有合法 可是重點現在沒有露營的這個立法就對了 無法可從 無法可從 我們要去遵循法令 等一下啊 那這些立委主公們 你們一直在忙著一地一修 忙著很多的法的這個修改啊 促轉條例也剛過 然後呢 沒有想到露營這一塊的法要趕快去修對不對 因為為了這件事情我騙查全世界各個國家他們在處理露營這件事情 其實像瑞士他們的觀光局裡面的網頁就很清楚標示說瑞士是一個很適合camping的地方 所以他把國的國內的所有露營區做一個很清楚的導覽 現在會吵非法的問題其實起源應該起源之說現在有一些露營區大肆的爛肯山林 對 啊這種我們本來就沒錢了嘛 你沒有必要去把一個山頭砍平 欸我聽完董事在說 他說瑞士這次不知道去到一個營業區 然後他遠遠他說真的是很漂亮 可是你就看那個山頂上就光凸凸的一片 真的就是被爛砍 爛砍喔 啊然後爛罰 然後整個就變成都是好幾個帳篷就搭在那裡 可是因為那個至高點是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你說這個漁法 欸發現說露營沒有明確的主管機關 對 如果你今天錄影發現什麼樣的問題 請問你是要找做一個單位 是 欸不吶說不出來吶 欸所以我們是希望 所以所以佐大叔真的喔 如果露營發生任何的問題 只能夠說啊我我跟誰訂的這個營地 或者是說你去找那個營主就這樣而已嗎 你沒有辦法找哪一個主管機關 其實確實現在各縣市政府都因為有被中央要求啦 各縣市有訂一些簡易的管理辦法 對 那我們像我們露營現在合作的營區叫三百多家裡面 我們都積極在輔導這些業者完成幾件事項 是 第一個 你現在近乎還沒有叫露營區管理辦法 那因為我們有營利事業行為 是 所以沒關係我們先去登記成行號 是 我講啊有有縣市就說啊那可以登記成露營區的名字 好那我們就登記成露營區 你的意思是說那個露營地的地方 那個營地的地方他先去登記說有那個營業的 是營利事業嘛 我們有城市繳稅嘛 其實多數營主說是在的啦 花的錢都不少啦 那當然也希望有個合法的東西嘛 那其實很多我們路由或是說 因為媒體都是一小部分嘛 我們不知道 其實很多營地 我也像前兩位有個營地啊 他做三年 為什麼做三年 因為他三年就在通過所謂的簡易水土保持 所以檢驗水土保持申請 這個我們是鼓勵營主的 第二個因為去年像 應該是消機會還是消保官 也清查一些營區 那也有希望說營地可以做到極點嘛 比如說公共意外責任險 比如說急救救護箱 甚至我現在營主也跟我反映說 那卓大叔你趕快發揮你的力量啊 你說我們要有急救箱 那我們要需要專業訓練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找衛生機構來輔導 他們做所謂的專業訓練 或者是消防單位 對那消防單位來說 要告訴我們哪裡要放滅火器 因為基本上六年 它是很輕度的開發 其實都很輕度的開發 當然少數例子 比如說大士誕肯山林啊 那個其實我們絕對支持 也政府趕快消滅它 對 不要讓它去開這路營區 等一下可是卓大叔聽到這邊 因為有很多都已經砍伐掉了 那怎麼辦 那你一張像我又等到 這樣變成大樹 還要好久好久以後 這個我還是要跟我們各位聽友 不然黃妮這邊稍微修正一下 其實目前露營區的集中在山坡地 它本來是不是種大樹 多數都不是 比如說我們堅持五峰泰安 可是你知道嗎 山坡地就很容易就是說 前陣子被人家去檢測出來 很多都是在土石流的潛市區 然後土石流潛市區跟地滑區 對 但是等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是呼籲政府趕快立法 因為過去 比如我們新竹堅持五峰泰安 他們山坡地都種什麼 檳榔嗎 竹子 竹子喔 喔 因為泰亞竹是竹林而居嘛 其實其實都種種了 那甚至有些山坡地喔 有些山坡地它本來就是階梯式的 嗯 它本來是做什麼 以前就是種菜的啊 當然我們希望是說 政府可以做分級管理啦 是 比如說在山坡地的地方 本來它地形地貌是怎麼樣 嗯 那我們去輔導它 嗯 我跟你講喔 其實現在你看的是光秃秃 但是很多營地都在種樹啊 現在來啊 我們要種什麼樹啊 對 因為你也不能夠亂種耶 你不要老是種櫻花嘛 櫻花沒有水保的效果嘛 欸 我最近有一個園區喔 我看裡面的樹我差不多一園 等一下欸 我突然想到說 這個也要配合 譬如說像什麼 呃綠梅化景觀處那種 你公園處啊 是啊 你要來輔導嘛 因為其實你對於這種植栽 你才有你的專業 不然的話我一般小老百姓 啊我想說啊不然我就是 建的櫃花以後可以遮蔽 然後是其實樹多也好 對空氣也好 我舉個例子齁 營族齁要生財 種樹也是種生財啊 是啊 可是你要看你的地段 你的區域 還有你的海拔 適合種什麼樹 因為建下面櫃 民眾不懂嘛 對我們在想像喔 每個營區如果現在開始種硝南 20年後那種財產欸 真的 大樹起來了 是不是對整個造林跟水堡 那個比本來的竹林也好 扎林也好 更好 那所以卓大叔現在那些營區 如果想說本來是光秃秃的 要種樹 那他們真的種什麼樹 他們自己有去做功課喔 有的就是原意的會跟他講嘛 現在比較常種的剛剛有些 有些比較有資本的或是長期計畫 他會種一些硝南 是 但硝南長得很慢啦 對 他長一點點而已 是 那有些比如說會常常看到像那種 像台灣有蠻多的啦 像橘木也有 橘木 那早期一段時間大家很習慣種櫻花 像說櫻花樹開起來很漂亮 但是我現在都叫營祖不要種櫻花 因為櫻花其實是淺根性的植物 但是要種比較能夠長期生根 扎根 扎根的 像茶花 其實台灣很多原生種的植物啦 所以我覺得我是個人是一直想說 趕快立法 我們這些營祖上面也有個一群標準 是 那比如像剛剛講啦 種什麼樹嘛 你說好像紅瓶吃得很好啊 什麼公園醋啊 那我們就統一嘛 對 那其實現在政府有在鼓勵造林啦 對 你是造林 你政府還要給這些人錢 給他種給他樹木 我真的我遇到這些立委們 真的要跟他們講 因為有時候真的忽略掉這一塊 就像說你看這一陣子都在裁違建 不會發生了公安的事件 所以大家就說 哇這個違建不行 可是我們不要說 他們去錄影的人 記憶說這麼多 這個商機無限 那代表他現在平安沒事 可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你說哪一天 真的萬不利 一個土石滑落 土石崩塌 然後因為什麼什麼什麼的問題 又凸顯一些問題了 所以為什麼不要走在前面 然後比如說先立法 然後這些陸營主 他們也尋了這個法 他們其實有的營主也說 有繳營業稅 有繳房屋稅 有繳地價稅 其實他們都很合法在做 只是說現在找不到一個明確的主管機關 那他們沒有辦法說 因為我感覺那些人稱次不起 可是我相信陸營樂 你們找合作的這些營區 應該也都是在你的篩選過 我希望政府有第一個完成立法之後 把主折單位全責弄清楚 第二個輔導 比如說你來鑑定說 這一塊營地確實是在什麼土石流潛市區 要嘛可以改善 如果不可以改善告訴營主說怎麼改善 或者是遷移 或者遷移 真的不行 沒得改善 真的危險度太高 沒關係我們就讓它關掉 就是要有一個陶派機制嘛 是 所以原來說現在 因為像譬如說 如果全台各地的露營 這個營地來一個大調查 街廊台北是全數過關 桃園市也有一百多個營地不合法 那台中只有六分之一是合法 那中華跟雲林 說幾乎都不合法 那另外呢 說苗栗新竹 也超過兩百個營地 也是屬於比較不合法的 南投更標迫三百個營地 不過就是如我們卓大叔所說的 他一直主張說現在營區就是要合法要立法 那你說他不合法 其實是因為他現在無法可管 也沒有一個法 你怎麼說他不合法 你是就哪一條來說他不合法 對啦一個人都講了 我們沒有法你知道遵守什麼 對 所以有辦法的時候 因為我坦白告訴我 那個調查所指為合法 它指的是什麼 就是休閒農場 對 他有做休閒農場登機的才叫合法 是 因為現在好像就只能夠這些營區就是登機 要用休閒農業區這種管理辦法 對 你才可以在休閒農場的地方附設一個露營的 對他需要休閒農場得以設置露營區 對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現在不是休閒農場的話 你是要用露營區 而且那個那個比如說佔地要多大 然後他應該有基本的一些硬體設施 這可能都要一個法去規範 他不合一啦 因為休閒農場管理辦法 他訂定不是為了露營區 而是訂定的 那今天這樣講下來 我覺得這個露營區的立法可不容緩 當然啦 因為我覺得這是個產業的問題 對 現在全球都在發展所謂的觀光產業 是 台灣觀光產業我們今天說陸客不要來啊 我們不歡迎陸客來 所以我們這塊觀光產業縮減 其實我不知道宏妮有沒有注意到 前陣子一些國外像歐美的一些大使 說台灣其實很美 台灣最美的地方在哪裡 在台灣的山林裡面 對不對 不是只有像阿里山日月潭 肯定這種重要的觀光景點 其實台灣的山林是真的很漂亮 對 那如何透過政府機關的輔導 把這個觀光城市往上拉 其實我們在營地常常碰到一些外國人 這就是生活一部分嘛 因為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今天外來的客 外來的遊客 你帶他們除了一般住 就是觀光的飯店旅館等等 如果能夠帶他們到山裡面 去體驗我們台灣的這個露營樂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是啊 那你把它立法之後 那外國人來 其實對他們來講也是另外一種選擇 對 然後也另外一種體驗台灣的美 對不對 其實可以朝這個方向 然後我感覺又有商機了 對啊 因為我跟觀光局要出來講話嘛 你看台灣的觀光 觀光產業不前進 其實我覺得露營區 露營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模式 像我前陣子我們有談到 把香港人來台灣露營 對 那量很大 那就是看來有人家做 沒有人家做 認真做 香港沒有山沒有水 對不對 沒有漂亮的這個山林 它也看不到 看不到雲海 對 我覺得這個優勢 我們配套做好 它對觀光產值的提升 其實是很可觀的 是 所以說今天 那我們露營樂的卓梁賢卓大叔 在這邊跟大家來講 其實我們講到就是說 你們也很極力在推行 也希望說有關的單位可以聽到 我們趕快就露營來給他立法 對不對 我跟彭林這邊報告一個秘辛 因為剛剛 這是因為台灣公務人員的心態 聽說啦 因為我卓大叔一直在推廣 所謂的營區立法 是 我們新北旗就開始做盤查的動作 就那些公務人員去到營地就說 哎呀都是那個卓大叔啦 沒事幹嘛搞營區立法 搞得我們還要來集查 還要來盤點 我感覺這樣不對嘛 社會要進步啊 但是要請問這是做一個單位公 呵呵呵 不是啦 那個公務人員就是這樣 平常就沒有這件事情 對喔 你說要立法 他還要去盤查 他還要多一項事情 是 身水沒有增加嘛 但是想想的喔 欸我們人身在公民好修行 你本來就是有人民在做事情 啊 如果說這個會盤的歪 其實也是做公務人員 哇這又回到公德說 公德說 最近公德很紅 是是是 其實很多公務人員 他也是台灣露營的 很大的一個族群 是 所以剛剛說 大家真的是 國家要進步 產業要進步啦 得做一些事情 當然可能一開始會比較辛苦 是 但是這做了一定要 欸是長久之計嘛 嗯 對不對 過去民宿也曾經很混亂過啊 是 溫泉業者也很混亂過啊 對 但是有法之後 你政府再來盤點 再來輔導 嗯 該罰該官的 沒關係我們都支持 是 欸但是這個法令明確 大家有一個法可以遵循喔 是 那大家可以錄得開心一點 而且錄得也比較安心 對 也比較安全一點 喔 但是我覺得 其實新北市政府 我們也要鼓勵 可以肯定那些公務人員啦 其實對很多的事情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真的遇到了 那也不得已 現在趕快要去加強喔 是 為民眾把關 對 喔 好 那所以說我們的營區的立法 看何時能夠真正的 就是落實了 對不對 聽說啦 聽說在我們鼓吹喔 跟一些媒體的那個 push之下 是 可能最近初步的管理辦法會出來 是 觀光局 其實主責單位已經留泥出來了 OK 一主責單位就是在觀光局啦 是 那觀光局時下下再去 包含像農業局啊 什麼 類似什麼衛生局 消防局這些齁 嗯 那我覺得 至少我們先看到一些曙光啦 好 但我相信立委租公國事繁忙齁 也不是一顆兩顆可以完成 我看到了那些立委們 我會跟他來提啦 提這個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 要立法的項目 然後要去推動的 要監督的可能真的很多 會露實掉這一塊 但是這一塊是不容小覷的 對對對 我們今天要請到 錄影樂的卓良賢卓大叔 輕鬆露營最快樂 是 我們這段先說到這裡 我們聽眾別 我們下一段 你要仔細聽 因為我們下一段有好看的 要送給你 什麼樣的好看的 我們現在先這段 政策的工廠 工廠讓我們繼續回到我們的節目 今天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錄影樂的卓大叔 好 廣告完之後 我們回來繼續聊 謝謝 再不走趕不上公車囉 可是安子很趕 我手機也沒有吃到飽 現在新北市公車上就有WiFi啦 使用不限時間 也不需帳號密碼 上網品質也很穩定喔 太棒了 那一起趕新北公車去囉 新北市2500輛公車 率先全台 提供免費WiFi 讓您隨時上網 無障礙 還有新北智慧公車站台 造型可愛 看了心情就嗨 一箱訪告是由新北市政府 交通局提供 欸 要出門啊 你是還在收什麼啊 喔 我在找公務袋啦 現在去新北市菜樹廠 大麥廠 還是野蜜仔 都要攜帶這個 不才有威信 爸爸 我帶到船舶了 這樣沒關係是 聽麵包店 飲料店 藥妝美妝店 還是買3C產品 就不用再花幾杯塑膠袋啦 新北公務 請記得自備環保公務袋 一起當個不用塑膠製品的 服塑之客 讓我們的環境更加好 以上廣告由新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提供 專為亞洲女性打造的 碧和柏珍珠換白膏 極致滋潤 富含氨基酸 美肌力更勝膠原蛋白 可調理肌膚紋路 維持緊致肌膚的彈性 讓您由乾燥暗沉 變得更加水嫩淨白 現在 碧和柏極致滋潤 珍珠換白膏 特價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 0809 092 898 既一粒一休之後 PM2 2.5 會再次嗆傷的蔡英文政府嗎 民廠執政以後 非和家人的神祖牌能夠保住嗎 一場霧霾 籠罩了台灣 蔡英文的2018 經了其考驗嗎 詳細的內容請看 1605期的新新聞週刊 台灣政局變化 決定你我的未來 新新聞週刊 在7-11全家來和付OK 國大便利超商都有在賣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創世基金會的愛心大使 咕咕 你知道維持一位植物人一天的照顧 需要花費多少尿片及看護店嗎 即日起至107年2月28日 邀請大家到全台OK超商 透過OK GO機台 以行動力支持公益 幫助植物人衛生用品 愛心專線 02-2239-7802 2239-7802 今天有沒有穿新衣啊 為什麼要穿新衣呢 因為今天是星期一啊 我是洪林 今天還是要保持星期美麗喔 精采的節目請繼續收聽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誰有最愛 最快樂的電影台 露營樂 輕鬆露營最快樂 隔天跟我們的這部現場 我是洪林 今天特別來賓喔 是我們輕鬆露營最快樂的 卓梁顯卓大叔喔 有任何露營相關的問題 你上網搜尋露營樂就知道了 其實卓大叔真的非常的專業啦 而且任何的問題任何的困難 包括你是罵咖像我一樣 或者是什麼完全都不懂的 任何的問題都可以來請教我們卓大叔了 不過在這邊我想要問一下 卓大叔你知道什麼叫做金木爐嗎 金木爐是烤火爐的爐子嗎 哈哈哈哈 我露營都有烤火爐的爐子啊 我真的沒聽過 金木爐我剛開始也說什麼是金木爐 原來金木爐是烤火爐 烤火爐的一種叫金木爐 烤火我就了解了 烤火我也知道 但是我就不知道什麼叫金木爐 可能烤火也分很多種 我去人家說 你這個土豬爐都不知道 不知道人家吃不知道湯 還有這個名字 但是金木爐其實它也是鱸魚的一種 但是我們講到說那個鱸魚 其實就是對於說 它是魚中之補對不對 一般人聽到鱸魚就是你手術完 然後鱸魚後都要補充的食材 身體比較虛的人 其實很適合喝這個魚湯 也很好吃 對 而且在這個冷冷的這種冬天 哇 真的來一碗這個熱熱的魚湯 我跟你講 從裡面暖到外面 真的 是 而且本台其實推薦給大家的 不管是金木爐 也就是說盧曼 像盧曼的話 一塊一塊都給你賊好了 然後它還有藥扇包 藥扇包丟下去 那個電鍋起來 你好像以為你自己很會煮 事實上不是全部都一直電鍋就搞定了 那可以拿去露營地煮嗎 當然可以 對啊 今天冬天吃這個最棒了 對 所以真的 不管是金木爐還是盧曼 或者是海鴻鯛 反正這魚類很不錯的 我們聽見 在這個時候 你要吃起來最沒有負擔 而且在這個時候給你添一些暖意 你就是打 水中油 三塊都出來 請你播一下 0800893893 看不看不看8Q3 8Q3 那免付費的電話 好 我們再拉回來 輕鬆露營最快樂 那講到 露營當然是 卓大叔有講過 一年四季都可以露營 對 然後呢 也曾經分享過有的媽媽 或是有的爸爸 就是沒有想到 就是可以工作不做 然後就放著帶著孩子 全省就露透透 對對對 所以可見呢 一旦呢 你要撞到這個露營的這種毒 啊 真的 這很怕一改 可是呢 我們現在就 戴也不好 戴也不好 而且 其實現在來講 營地的選擇性非常多啦 是 那冬天這個時間 一般來講 就會跑比較平地的地方 平地的地方 是 比較白 啊 那個 那個 盡可能離海邊稍微遠一點 是 因為我最近喔 有跑幾個活動喔 我離海邊進 想到就海風很冷 東北季風來喔 尻了七八級陣風喔 所以真的很冷欸 冬天我推薦大家去幾個區域啦 是 幾個區域 比如說 像 尖石那一彎喔 山下 嗯 那個我們恆山地區 喔 等一下啊 因為我記得夏天那個時候 卓大叔就是要盡量往山 往高嘛 對往山上的地方比較涼嘛 說那個不用吹電風機那邊煮 那些冷氣就對了 但是現在冬天你就盡量在平地 喔 平地或是海拔比較低啦 那老公差不多八百以下 是 那如果住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我家乾脆旁邊開起來 有個空地在那邊如何呢 啊 那是違法的吧 欸沒有 我們最近喔 那個有的莊園別墅啊 欸 他也可以簡易的做一個戶外休閒的 啊 就是因為帳篷已經就都準備好了 就自己真的在住家旁邊庭院 就搭個帳篷 像現在這個時間喔 喔 大家都在準備什麼 跨年大露營 跨年準備是要去哪裡 看那個五四三二一 就現在已經也有說要去 贏地機啊 前所目前我們露營熱上面說 因為大概95%都已經客滿 都已經客滿 那還有5%啊 還有5%齁 我告訴各位 我剛剛出門的時候 跟我們活動部的人喬一下 為了我們快樂電台就說 大家在快樂電台這些聽友們 都一直講說 阿露營熱慶忠露營最快樂 是 到底要怎麼一樣 嘿嘿 那個最快樂齁 嘿 好 我跟你講我先提供 我先把這段稍微說明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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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好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听到的话 你刚好 等一下先讲一下时间 这个时间是 时间是12月31号 到1月1号 到1月1号 我们山东长跨年 可以看到101烟火 我跟你讲 你今年就可能 不用去101在那边挤 可能也不用去听 陈森的演唱会 来听卓大叔也不错啦 因为你知道吗 12月31号 真的有很多人 很多活动啊 对不对 你不如就试试看 今年在新北市的 闻山农场 对 然后呢 我们就只有提供三位 三位 我出三位而已 等一下三位是说三个人 还是说他们家三口 三账 好 提供三账就对 所以我们民族 等一下可以卡电话 等一下我们卡公 免付费的电话 所以民众可以仔细听 如果你刚好你觉得说 你今年想要来一点 不一样的跨年 然后你想要去露营 不管你是新的朋友 或者是说 你也曾经露过 可是你没有来过 闻山农场的话 对啊 等一下卓大叔 你提供的意思是说 这三位可以免费啊 没有啦 成本不便宜啦 是是是 我们是保留位置 新手免装备团 你人来的好 人来的好 帐篷 食材烤肉 当天我们有演唱会 有闯关游戏 是 通通都有 哦 因为那个我们之前开放是抢购啦 是 所以说 现在就今天要来 送一个红林 红林 红林一个小礼物 给我们听众们 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那其实我们就只有三个名额 那就是我啦 然后文华啦 庄哥 我们这三个 然后就是我们踢到旁边去 好不好 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去就对 好 那待会我们就是公布电话啦 那如果说你在12月31号 啊 有的人就说 啊 我有自己的的一个 你本来已经安排好了 那那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你刚好你觉得说 你想要 呃 因为我们的卓大叔 他这样释出这三个 然后地点就在文山农场 你去体验一下 那完全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你人去就好了 什么东西都不用准备 好不好 那就是我跟文华 还有我们跟庄哥 我们三个就是 我们不去了 好 我们就把这三个机会 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 那我们先讲到说 冬季露营 对 因为 我躺在家睡得好 不过冬季露营 你先听我说 因为很多人说 你帮我问一下卓大叔 黑夏天说往山上跑 还可以 这个可以体会 在家睡 睡冷气 要开心 可是呢 如果我冬天的时候 像这个天那么冷 我是不是在家里 盖着棉被 然后甚至有电暖器 还有电坛 很舒服 然后我想到说 到山上去 怎样想都很冷 还没有上去 就觉得 卡带就开始冷起来 到底这冬天 露营的乐趣 在哪里 我刚刚讲 平地是一种乐趣 但是冬天 我们就要放一首歌 叫冬天里的一盆火 一把火 冬天里的一把火 露营冬天 就是要一盆火 一群人 围在那个火旁边 是 烤手烤咖 然后大家一起同欢 讲鬼故事 哦 这个感觉很棒 一把火 是 你看 现在不是很多人说 冬天要跑去什么 日本 韩国 涨雪 对 高海拔的地方 也有机会下雪 是 其实那个前一阵子 刚好和欢山 玉山 因为我们有时候 气温比较下降 然后水气又够 其实有很多人去追雪 对 其实冬天高海拔有高海拔的热气 当然比较不建议新手团 一下子跑到高海拔去 那一般比较长路的 他现在跑到高海拔去 尤其现在这个季节 东北季风常来的时候 云海 要看云海 那个真的是很漂亮 那个大景 这个也很棒 所以是夏天比较没有 如果冬天的话是有云海 对 云海跟云瀑不一样吗 云海跟云瀑不一样 云瀑是这种慢慢从山 山坡 山的缺口留下来 是 云海是一大片 对 有的影主告诉我 每天看到云海 有时候真的想跳下去 有时候那是海 都会游泳 但是我再问一个 比较下风景的问题 请问一下就是看到这个云 云海沉沉这样 跟这个雾霾 会不会昏不清楚勒 会不会是云海还是雾霾 雾霾应该在比较低的地方 所以如果高山上 西门上是没有雾霾就对了 对对对 像我们最近有推嘛 避满害专案跟避寒专案嘛 等一下避满害 这个我了解 云武当下这个山下 可能空气不好 视线也不好后 感觉过敏都要抓起来了 所以如果你往比较山上走的话 它是整个可以吸到 空气清新嘛 新鲜的空气 对 然后呢 所以这个是避雾霾 避满害 另外你说 避寒 避寒 不可能山上很冷耶 台北北部地区才会阴阴湿湿的啊 对 你这个季节啊 我们到苗栗以南 那个真的就是 天气很好 而且冬阳 冬天的阳光 对啊 像这礼拜六礼拜天 我去苗栗那边晒太阳 好舒服耶 冬天的阳光格外的温 对 所以就是说 如果有时候你一直在双北 就是在北部地区 都这样干干湿湿湿湿湿 那人也都一直要发霉了 那你不如就走出去 对 走出去晒晒太阳 所以有一个叫做避寒的 对 也不错 避寒我们都确定到 比如说像台中谷关去泡温泉啊 南投啊 南投现在就没有小黑雲了啊 南投好山好水 对 我怎么没有想到 对 其实露营会想到说在户外好像很冷 但如果你选择那个地点 是旁边还可以泡温泉的 烧烫烫烫烫烫烫 那请问一下 在冬天去录影的话 我特别的装备 比如说这个是羽绒的睡袋吗 因为平常有时候 我们真的冷一点会穿羽绒衣 又有羽绒的睡袋 羽绒睡袋 其实帐篷里面 很简单的 当然就是焚火台 冬天大部分 我们都会背一个焚火台 焚火台 还会有危险 当然不要把它密闭起来 是 基本常是我们大家要懂 就是让它偷风 然后一群人 冬天这个时候 喝点威士忌 喝点高粱 身体都暖起来了 Excuse me 在山上不是应该 煮红豆汤或是姜汤吗 又不是我们文华 你带那个酒上去干嘛 现在酒商对这块 也有在注意啊 真的 就是直接干脆 就是把这个 那个就是 Sackey也不错啊 Sackey真的也不错 因为我记得 我觉得说在山上 可能就是有时候来一碗 那个真的大家煮姜母鸭 对不对 就是进煮 鸡酒啊 对 或者是你真的把这些鱼啊 也带到山上去煮 煮个这个鱼汤也很好 像你刚刚讲的 什么金木卤 对 还有卤麦 整个口水都流下来了 真的 这个就很适合在山上 对不对 然后你真的配个这个Sackey 这样 其实是整个 怎么会 那个氛围 非常非常的棒 那通常都是 有脊胀 而且可以跟大家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 因为其实民众常常这样子听 都会想说 那大概一帐的价钱 那个Range是多少到多少 现在坦白讲 一帐价钱 大部分都是在800到1200 800到1200 那一帐里面是容纳几个人 一帐容纳四个人 四个人就说 我们只大人 只大人 大人可以四个人 基本上两大两小 大部分有两大两小 两大两小 那如果你们刚才只有一个小孩 其实三个人也可以 三个也OK 那或者是说没有小孩 两个夫妻 或是两个情侣 或是你们男男女女去 都没有关系 有啊 我们多元成家都可以嘛 真的 所以就是说一帐的话 就是大概差不多四个人里面 多数 多数 然后就800到1200 然后如果你自己要吃什么的话 可以自己准备 或者是说卓大叔曾经有讲过 你什么时候都不用准备 我们食材支配 对 食材 你要什么都是在山上 都给你传到好 我们最近开始在培训 叫做营区管家 我比较贬重的 比较没经验的 我就请营区管家 我们训练好 对 但是我们营区管家是什么 教他们做 你出来就要叮当嘛 我只有听过家事管家 就是人来我们家里面拼手 给你们看人 现在还有营区管家 对啊 所以去那就是 做一个懒人废人就对了 你就整个人去 然后在那边看云海 看云铺 然后就在那边 熊熊一般 但是什么东西 都不用你自己 我们东西都帮你准备好 而且不是生的 都熟食 帮你弄到热腾腾 让你客气 所以这个叫做营区管家 对 我这样会推广的 就是轻松露营最快乐 对 对 我们未来的五年行动纲领 对 所以我们就是培养一些 优秀的人才 是 有些人来协助 是 舞蹈 是 他录起来就很轻松啊 那我突然想到说 干脆整条 就是说 不用自己开车 塞车起来 是不是你们有 整台车 起到哪里 把人载起到那里 这我可能是下一个阶段 我可能要来开游览车 对 会不会有的人就是沿途 你就这样载着客人 有没有 因为有的人就是说 哎呀 反正我就很懒 因为听到这边 我就发现说 其实卓大叔 他一直强调 轻松露营最快乐 你只要愿意有这个心 愿意走出去 离开你已经习惯的 那个床的温度 你去感受一下 那个露营的这种 不一样的氛围 你只要走出去就好 那你不要再跟我讲一些借口 说 就没交通工具了 真麻烦 你刚才直接说 比如说在哪里 都要拿一个节目站 那要 集合 对大家集合 然后集齐 再到那个地方 然后呢 也全部都有人帮你弄好 对 这个我们会纳入考虑 老婆人 千万五湯村一支嘴 不是 请问一下我们沉逸 突然出来这一局 其实我跟洪云报告一下 这几个月 我比较少上节目 原因其实是因为 我们现在承办的一个活动 对 国内某一个知名汽车厂商 是 要招待他的那些市价的成员 对 这是委托我们录营的 去承办所谓的 免装备新手团 对 对 所有的装备 食材 包含车子 车是车厂提供的 对 要交代他们来弄牙 是 我个人是觉得很开心 让一堆人 小朋友来说 哇 爸爸要来录营之前 三年前都不睡觉的 太兴奋了 都很兴奋 你来 对 因为我觉得是好的活动 是 好 所以说你一定要走出去了 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 就把那个 卓大叔 他今天来非常好 因为他就提供了三账 在12月31号跟1月1号 刚好跨年 地点就在文山农场 那其实早就已经爆满了 那我们今天没有关系 给我们快乐电台的听众朋友 你刚才那里能听到 而且你还没有安排的话 那今年的跨年想要用一个 录营的方式的话 12月31号一直到1月1号 刚好这个时间是礼拜天 礼拜一的时间 对 然后呢 这个电话 你就赶快拨免付费的电话吧 好 我们公司 这个专案 这个快乐电台保留期 你打进去电话的时候 你要先通关密码 讲快乐电台 跨年玩很大 快乐电台 快乐电台 跨年玩很大 有点打劫 好那个我抱一下免付费电话 0800651717 哎呦 0800651717 的露营一起一起啦 不是 重点是我们的云霄太好笑了啦 好 先赶紧一条就别说了 0800651717 露营就一起一起 大家一起来跨年 而且很开心 快乐电台 跨年玩很大 哦 加起勾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录音乐的卓梁选卓大叔 好 任何不清楚不了解地方 轻松录影最快乐 再次谢谢卓大叔 谢谢你 谢谢欧妮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我们去录影的080061717 谢谢 下次再见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 不代表本台立场 精彩的节目 请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号请勿开车 最近天气变化让我的脸好干哦 我不想当干奶奶 那就来当个睡美人啊 如何让肌肤越睡越美丽 推荐您闭合博超效保湿精亮豆磨 睡觉时把水分统统锁在肌肤底层 第二天醒来皮肤会变得更加水嫩 就快来当个睡美人吧 闭合博超效保湿精亮豆磨 现选约会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092-898 先来后到为您养好鱼 让您吃好鱼 鱼儿吃得好 以合脚糖浇饲料养出鱼儿抵抗力 不用抗生素 鱼儿住得好 生态循环养殖系统水质好 鱼儿越油越健康 先来后到献给您吃好饲料 好健康的鱼台湾楼麻 有生产履历的大尾金木楼海红雕 请打0800-893-893 或请上网搜寻快乐电台购物网 天气越来越冷了 暗天的鱼可以准备收起来啊 对啊 啊对啊 您家的冷气感不太好 蛤 冷气也要收 当然啊 您知道啊 冷气无用时也会撩电哦 所以暗天如果过 冷气的中海关要记得乖 也能顺手穿冷气的蚂子 不然用电会更适合哦 生电无分过多 爱得记